Hello, 大家好, 我是 Mr. Manso 今天我會為大家講的是 S1 Flip Classroom Exercise 9D 證明相似三角形 Part 2 即時練習1 判斷下列各對三角形是否相似 若是的話 是說明理由 這兩個三角形是否相似 那就想吧 你只有三個方法 就證明相似三角形 AA和三邊乘比例 兩邊乘比例, 且夾角相等 暫時我們只學了AA和三邊乘比例 一看這兩張圖 一隻角也沒有 所以很簡單, 我們就說 應該是AA的 我們先抄一張圖 藍色圖沒有技術可言的 照抄下來 可以嗎? 即是值得 紅色圖看來的樣子比較大 我們要跟著那些角度 我們就會橫為紅色圖 紅色圖很遺憾 有60度和55度 藍色圖也有55度 紅色圖當然可以 根據上高抄襲55度 即是60度我們要亂猜 60度我們要猜 就一定不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一放在這個位置就跟65度頂住 我們就唯有把60度放在這裡 一決定60度發達 我們就可以知道 那些英文字沒有怎樣放 55度我們就寫R 60度我們就寫P 最後一隻角不知就寫Q OK 那我們就快點計兩隻角 就計φ 和α 好 藍色的三角形我們計 三隻角加上1,2,3 就會是10度 FETA幾度呢 我們就用計數機出來按下 那就應該計到是60度 好了 到隔壁紅色的三角形了 告訴大家哪個三角形 就是三角形RQP 很快利用三角形羅國和 我們計到α就是65度 好 那我先認一下 首先第一對角55度 第二對角就是65度 α也65度 中 第三對角就是60度對φ φ也60度中 那我們就說 用AAA去證明 這對全等三角形了 那不要忘記了 寫回相似符 這次就沒有人寫多少倍了 因為它都沒有告訴我們 那我們就用A1,A2,A3 去代表了三對的對應角 然後我們快點寫了 好 再三角形 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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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對回RQP 首先我們形一形第一對角 第一對角就會是 GHK 就會是QRP GHK 角GHK 等於角 QRP 由於這些之類是本書告訴我們 所以就二支就算了 好 接著之後 搞亂了55度 我們就會搞65度 65度 65度就是角 KGH 就會等於角 RQP OK 好 最後那對角就會是 GHK 就會等於角 QPR 不得了 所以我們寫了三角A出來 第一對角 第二對應角 第三對應角 所以我們就可以賣了 三角形 KGH 就是相似於三角形 RQP 理由就是AAA 第一條搞定 A那條搞定 到B 那就是 馬上把第一個三角形 用藍筆直叠下來 好 猜完之後 都沒有什麼技術可言 因為是直叠的 好 接著呢 我們就畫一個相似的三角形 所以 我們就跟回 這個 直叠的三角形 畫一個較小 因為兩個三角形比較 第一個當然是較大 第二個當然是較小 好 接著呢 我們就要決定 兩個三角形 最長 最短 和中間的線 好 第一個三角形 最長 當然就會是 7.5 sorry 10.5 旁邊的三角形 最長當然是7 好 最短 最短呢 就是PQ 就是6 而隔離三角形 最短呢 就是4 那所以呢 7.5和5 都是所謂的中間 好了 長中短 那我們就按位置 放好它了 最長 是10.5 就應該是對7 最短呢 就是6 就是對4 中間呢 就是7.5 就是對5 OK 好了 之後呢 就跟回一個 7.4線 就寫回S 夾回S 那隻角 那就 5 4線 5 4線 就放回T 而這一個 7.5線 7.5線 就夾回U 出來的 那我們呢 就用最長的那邊 試用夾數機 除一下 看看是多少 應該就是1.5倍來的 好了 你除了用10.5 除以7 走到這個所謂的 1.5之外呢 那你用最短的那對邊 6除4都是做1.5 甚至你用中間那對邊 7.5除5都會做到1.5的 那我們就說 這些呢 就是三邊乘比例 那我們呢 就寫下個證明錄 三個型 QPR QPR呢 就會對回三個型 STU 那我們呢 就寫第一對比先了 你不可能呢 就這樣寫10.5 over 7 雖然這個是真的做到一點的 你也要寫哪一對對應哪一對 就是 PR就對回SU 你寫了第一對比 然後呢 就寫第二對 我們寫了 最長的那一對先 這次選擇了 好啦 長中短 然後寫中那一對啦 不過這樣 我們都是要巡例 寫到底哪一條是大的 10.5那個大 7那個是小 因為呢 怕我們大小混亂了 好啦 對中那對線長 就是7.5和5 那由於大over少 所以7.5就是over5的 OK 那我們先寫回頭 7.5其實是哪一條邊來的 7.5其實是RQ來的 RQ對著哪一條 RQ呢 就對著UT的 那又是計到1.5 好啦 到最後啦 短那對線 短那對線呢 都是6除以4的 又是等於1.5 好啦 接著再問了 6那條線是大三角形 還是小三角形 喔 大三角形 那條線是哪裏 PQ 那我們就寫PQ了 PQ呢 就對回ST 好啦 我們就寫了 第一對比成比例 第二對比成比例 和第三對比成比例 和第三對比成比例 所以我們可以總結了 可以說 三角形PQR PQR呢 就是相似於三角形STU 好 理由呢 就是三邊乘比例 OK 那就三邊乘比例 好 那這個影片呢 都完結了 這個影片呢 就是因為 要負責做這個 即時練習 那所以呢 就 沒什麼新的學 只是做回 剛剛學的 就是正全等三角形 第一個方法呢 就是正AA 那記得 用藍色圖呢 就做了一幅直抄的圖 然後呢 就判斷一下 你抄的圖 另外還有三個人 到底是大一點還是小一點呢 如果你判斷到大一點的 那你就把藍色圖的形狀 三個人 畫一個紅色的 大一點的 OK 如果它全部都是角 我們就會寫A1A2A3 好 那如果它全部都是用邊乘比例的 那我們怎麼知道 邊的邊打邊的邊 那我們呢 就用長中短的策略 先找一對最長先 然後呢 就找一對最短的 找完最長 找完最短 那最後那一對一定是中間的了 OK 那就寫比例這裏 那注意啦 我們一定要寫大小的 你不寫大小呢 很容易就會漏油的了 OK 那麼多謝大家收聽了 下個video再見 拜拜